孩子啊 懂得尊敬老師 那就是認真託誓 認真託誓後來就有學部社會 領力 這樣就有生命的成就感 那我想整個佛教的教育 佛陀的教育 他講的就是人格發展教育 你在吃飯 你在穿衣服 你在做老師 你在做啟動車輸機 你都在學部獎勢 你在掃便宿 因為我的便宿掃給大家都不會老頭 這便宿應萬大家都效法好 健康好 那你在做便宿嘛 公定 所以事沒有貴賤之分 只有動機最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社會 佛陀的教育不是說 教我們每天跑在寺廟 但是寺廟像學校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 學到的這些知識行為 應用在家庭社會這樣 那我們來學才有用 那學了以後去用 那這個用不是要 動機很重要 那你要達到 這一輩子的快樂 跟來世的快樂 那我們必須相信 方法到底什麼是正確的 那佛陀告訴我們 那就要相信因果 什麼叫因果呢 就像這杯水 你要喝甜的 那它不可能透過祈禱 念佛就變甜的 它是因為你自己加了糖 所以它變甜的 那如果你要得到一個快樂的生命 那你必須做善事 幫助別人 譬如說你希望有錢 那有錢不是你努力工作就會有錢 因為有些人有錢 他沒有很努力工作就很有錢 因為他爸爸留給他很多錢 因為他老婆家裡很有錢 那為什麼他會有錢 因為他中了一個會發財的因 那是什麼因呢 那就是因為他幫助 需要被幫助的人 所以簡單的說 你要得到所謂現實的快樂 譬如說我希望漂亮 哪一個女的孩子不需要漂亮 那你要漂亮 你要中什麼 可以造成漂亮的因呢 念下來 多供養花 所以昨天來我們故意把所有漂亮的花 都擺在面前 包括人家送我的花 都擺在面前 因為請問這個花漂不漂亮 好美啊 然後如果你故意 把這個最漂亮的花 在最多人的時候 最多人的時候 去讓別人看到這個美 行為反作用力 這個是真理 行為反作用力是 你對待世界怎麼樣 你就變成怎麼樣 你對待別人怎麼樣 你就變成怎麼樣 那如果你要得到 這種現實的快樂 那你希望很漂亮 別人看到你很喜歡你 那你一定要多供花 那當然供花也有分手 那如何把這個供花的力量最大 那你要把花 供在最有需要被供養的對象 比如說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對我們恩 比天還高 爸爸媽媽 那如果你經常可以送花 給爸爸媽媽讓它快樂 那你得到的力量越大 再來 你把花供在佛菩薩上帝 聖摩瑪利亞面前 那那個力量也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佛啊 這些宗教的主神啊 大家非常尊敬他 那你把一朵花供在那邊 那每個人來擺這個神的時候 來看佛菩薩 看到那朵花 你會很快樂 所以昨天我們去佛墓啊 有一個人做一個雕像非常好 他在佛墓上面做了一尊聖摩瑪利亞 然後呢 他把他往生的太太的形象 做成跪在那邊手上拿的花 我還特別看相片 這就是那個往生者 他24小時就跪在那邊 然後他先生前面給他擺了很多花 種的花還有手上的花 然後這樣永遠在供養的 喔 我覺得這個人很聰明 這樣子做呢 讓往生者呢 可以升天 可以未來更漂亮 所以 善有善寶 你要喝甜的水你要加糖 那如果你加鹽巴 他就會鹹 所以我要講的第一個道理 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不是佛主宰你 不是神主宰你 今天 你有錢 健康 長得漂亮 夫妻感情好 兒女孝順 這個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 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 這些是自己種的因得到的結果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了解佛法這種道理 就要相信一個 一切 不要怪天 怪地 怪別人 一切都是 自己 送給自己的禮物 你的身體好健康啊 那是因為你 你懂得照顧老人 幫助病人 而且還有一個觀念 我們華人 比較有一點福報 相信人有前世 有輪迴嗎 過去是 現在是 未來是 有無量的前世 無量的現在世 無量的輪迴 所以這個世界 你會覺得有一點 不公平 為什麼他生出來這麼漂亮 為什麼他生出來這麼有錢 為什麼他生出來皮膚這麼白 這麼美 那我呢 媽媽你怎麼跟我生這樣 那你就會 你會覺得 為什麼 那事實上 如果你了解了 佛法的道理 那 人有過去世 種了因會影響現在 那你現在更努力 所以如果你現在覺得很痛苦 不要怪別人 因為自作自受 就像一個老師在學校講課很認真 然後學生有考第一名 也有最後一名的 難道最後一名要來罵老師嗎 這是這個學生的問題 他能力差一點 他不努力 也有第一名的啊 但是老師是公平的在教 就像太陽 太陽一拍照下去 那石頭就沒有用啊 但是花會開花啊 這不是太陽有錯 真理像太陽一樣 對誰都平等的 不分宗教 但是你懂了這個道理 那你就可以改變 改變命運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 有幾個重點 那各位要得到 要長壽健康 那他要種什麼因呢 等一下 來 孝順父母 照顧老人 不殺害生命 多放生 不吃藥 那很簡單 就是說你要這個花 剛剛講的開得漂亮 你要多澆水 多給它曬太陽 它就漂亮 所以中國人說 種瓜得瓜 種豆得洞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有五項行為 會影響你這一輩子 跟下輩子 五項行為 念一下 不殺害生命 得到長壽健康 不偷騙別人錢 又會布施 生生世世有錢 不破壞家庭 不破壞感情 生生世世 感情快樂 家庭快樂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你年輕的時候很帥很美 亂交女朋友 後來你結婚了 這沒辦法的 所以我有幾個同學 年輕大家很會玩 亂交女朋友 騙人 後來結婚了 他當然會挑一個漂亮 後來就苦了 為什麼 他的女朋友 他的小女兒 從小就很亂 他每天就很擔憂他 甚至生了一個 感情有問題的兒子 然後他就一輩子在痛苦 所以 各位就要相信這個 自作自受 眾瓜得瓜的道理 後來又講回來 人這一輩子的快樂 算短的咧 我們很多人喜歡升天 天上為什麼這麼羨慕 因為他壽命很長 人一百年 天上有二十八成天 按照佛陀講 二十八成天 最短的天 九百萬年 第二成天又乘以四倍 又乘以四倍 又乘以四倍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 短短的一段時間 可以創造幾百萬億年的快樂 那我這一輩子 我寧可像神父牧師一樣 像修女一樣 像出家人一樣 我來做好事 因為我來是 可以升天 那佛陀說 升天的條件 各位在念一次 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淫 不騙人 不喝酒 又不是 也就是說 你守戒律 雖然你想要活在這個世界快樂 但是你不要去傷害到別人的快樂 你不要去傷害到其他生命的快樂 那你來世 不但現世快樂 來世有很長很長的快樂 就是升天的快樂 所以我們中國人講 道德 道德 雖然我們希望賺錢 希望我們自己 希望得到更大的快樂 然後呢 你就不要去傷害到別人 在聯合國幾個宗教在評比 這個世界 包括其他宗教都能夠 最好的宗教是佛教 並不是佛教他們喜歡 而是說 你們佛教徒 不會殺人 不會戰爭 佛教徒走到哪裡 他就有一個本分 就是被欺負 然後又不會保護 然後又喜歡去幫助別人 所以佛教徒呢 是個好宗教 但是他不見得會信仰佛教 他只是覺得說 你這個人 就像 各位 我認為這樣 有兩隻狗 一隻狗 會 腳會咬人 另外一隻狗 連小偷來都會咬尾巴 那各位你要做哪一隻狗 你可以說 我要那個會咬人的 這樣我才可以 不要被欺負 但是 我們寧可選擇 小偷來都會咬尾巴的 所以我每次到人家家裡 我都會講一句話 什麼人養什麼狗 這隻狗凶就代表這個主人 個性凶悍 喜歡吵架 這隻狗很乖 代表這個主人 他喜歡這種乖乖的 不包覆的 的狗 所以 當然 如果你問我說 我希望 現世快樂 來世快樂 那你要做的 你要講 永遠不傷害眾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哪一天你的女兒回來哭 媽媽 我被我男朋友拋棄了 你要說 好在 好在你被拋棄 而不是拋棄別人 為什麼 雖然你很苦 但是你沒有害人 所以各位這個觀念 一定要學佛 如果各位要談修行 修行就是 我不會咬別人 我不會報復別人 這個是你一定要先做好的準備 所以我們到寺廟來 或者每次都要拜拜 跪啊 拜拜啊 他就是要 我們怎麼做 來 降服自己 對你一定要想辦法 把你的壞脾氣 愛罵人 批評 要把這個 消除掉 因為 你傷害到任何人身上的 任何一件事情 現在有網路 我要告訴年輕人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他可能會透過一個網路 用這句話去罵人 然後他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我在罵他 然後這個很恐怖 今天我嘴巴罵你 不過這幾分鐘沒有了 但是我寫在文字上的 去傷害眾生的 讓別人知道我都恨他 那個生生世世早下來的 佛教授 為什麼會有些人憂鬱症 躁鬱症發狂 因為他公開的去攻擊別人 然後讓別人挑起別人這種攻擊的 這種思想或行為 那這個最恐怖了 因為你讓很多人都生氣 讓很多人想要去砍去殺去罵 所以我每次選舉 那有些人 候選人在台灣 偶爾都會來找我們出家人 那我都會跟他提這個事情 你無論如何 你要選上是好事的 不要攻擊別人 他說師父你開什麼玩笑 不攻擊對方我怎麼選得上 那我說 就算你選上你也划不來 因為你製造了很多的對立跟敵人 你不能為了至少為了你選上而去 傷害到一個團體的分裂 但是當然這是我該講的 然後他至於 他聽不聽就沒辦法了 所以 嚴格上來講 第一個 那各位所謂的快樂 那各位如何快樂 再給我捏一次 孝順父母 愛護家庭 守戒律 多布施 那如果你能夠做到這幾點啊 那你這輩子 下輩子多快樂 像我啊 我每天跑來跑去 各位坐在我面前 又有幾個外國朋友 如果他現在聽了 他覺得有道理 我這輩子不殺生 不偷盗 不邪音了 那我就很快樂 我下輩子有多少天神 在幫助我了 他是因為聽了這個道理 他生天了 所以佛教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鬼 看到一個死掉很久的屍體 爛掉了 那個鬼就拿著鞭子 拿著各種東西 打那個屍體 已經爛了 還在打他 怎麼會這樣 鬼在打屍體 然後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位阿羅漢 他到另外一個地方 天上有一個神 有一個神 從天上下來放光 他拿著最美麗的花 灑在那個死掉很久的屍體上面 那後來這位阿羅漢 他就問了 他說 你這位天神啊 你為什麼要來把花灑在這個身體上面 他說 修行者 我告訴你啊 我現在在天上 享受幾千萬年的快樂 是因為我過去是我這個身體啊 去做善事 我除了不傷害眾生 我經常做善事 所以 我現在在天上 還要享受幾千萬年的快樂 所以我來謝謝我過去式的身體 那各位那你就了解 那個在鞭打 那個臭掉的屍體呢 那就是他前世的身體 用這個身體做了壞事 去傷害別人 所以他現在做鬼非常痛苦 但是他只是一個夜暴暫時的存在 天人 享受了幾千億年的快樂 但是他的福報完了 他就直接下地獄要做畜生 所以釋迦伯尼佛講了很恐怖的一個故事 在佛陀時代之前的 六個玉皇大帝 通通死了以後下地獄惡鬼頭出生頭 六個 只有在佛陀的那個時代的 玉皇大帝聽了佛陀說法 然後歸一三寶持戒發心 後來他死了以後 又升到更高的天 只有他因為他歸一三寶 所以佛陀從天上為他媽媽講經下來 玉皇大帝上帝歸佛陀了 對不對 天降日這樣下來 所以這兩個玉皇大帝跟上帝 他們就發起一個菩提心 後來成為菩薩 那前面六個通通下地獄 這是真理 玉皇大帝的壽命三千六百萬年 玉皇大帝的太太九十一億個 但是你失戀一次就夠痛苦了 玉皇大帝要失戀九十一億次 因為每個他愛的太太就要離開他 離開他 然後他就心裡快睡掉了一樣 天人最大的痛苦是什麼 你想愛別離苦 我們短短七八十年離開就哭了老半天 對不對 他們壽命那麼長 三千六百萬年的太太要離開他 三千六百萬年齋齊的 這麼愛的這麼多的老公要離開他 他的心快睡掉一樣 比世間人還苦 叫他愛別離苦 所以這個佛陀要跟我們講的四身體 唸一下苦即滅到 就是說這個世間 雖然有因果有戰時的快樂 但是這些快樂呢 都是唸一下諸行無常 有受皆苦 諸法無我 所以這個世間的所有的快樂 包括天上都是變化無常的 都是苦的 都是沒辦法主宰的 不永恆的 這一點一定要各位要一直思維這個道理 我們為什麼要出家 再多錢 再幸福 都是戰時的 釋迦牟尼佛做轉輪聖王 三個皇宮 五百個妻妾一樣 宮女在服侍他 爸爸媽媽對他那麼好 他有一天晚上做夢 四個牆壁壓過來 他啪心碗 為什麼這個四個牆壁壓到他沒辦法呼吸 為什麼生老病死壓過來 他要做皇帝 但是他沒辦法逃避這個生老病死 沒辦法逃避他 愛別離苦 釋迦牟尼佛要我們去思維 這個世間所有的快樂都是痛苦的開始 各位這句話你要經常背 你意思 所有的快樂都是痛苦的開始 你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有求皆苦 因為你所擁有的愛情啊身體啊地位啊生命啊 最後都是輪迴苦的 這一點我們要去思維 那為什麼會痛苦 因為你不了解所以才會痛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次在杭州 我們會日禪是辦法會嘛 那有一位老闆帶一個十多歲的兒子去參加法會 那他老闆就是希望他的兒子也能夠請進佛法嘛 結果法會當中那個兒子突然發瘋 居然跑到寺廟的廚房拿一隻刀子出來 要殺他爸爸 別人他都不知道就是要殺他爸爸 那個時候法師我們傳奇法師 哇大家出來抓 抓那個小孩子希望他 你怎麼可以殺你爸爸呢 那小孩子說他殺我媽 他殺我媽 那個做爸爸呢你媽在家了 我什麼時候殺你媽 這小朋友 我上輩子是一隻小狗 我媽是母狗 這個人殺了我媽吃我媽的肉 所以我投胎到他家報仇 這個人馬上臉白了 他就是喜歡吃狗肉 特別的是喜歡買活的狗 請他殺給人家吃 他殺了那隻母狗是死了 小狗也被殺掉 所以小狗現在投胎在他家 要報仇 所以怎麼抓他都要殺 後來只能跟他念咒 超度把這隻母狗 把這小狗跟他懺悔 他才放了他爸爸 所以各位恐怖恐怖啊 恐怖啊 台灣也發生過這種事啊 台灣發生過一個什麼事呢 有一個老人養了一隻流浪狗 那有一次這個老人呢 他要走很遠的地方去辦事 他那隻流浪狗懷孕了肚子大大 也想跟他走 但是老人不知道 這位老人騎腳拉走很遠 那隻母狗跟跟跟跟 跟到沒氣裡了 因為他懷孕了 剛好肚子又在動 哇要生小孩了 然後他就躲到橋下生小孩 那老人也不知道 後來這隻母狗生下小孩 他為了養這些小狗 就在橋下挖一個洞 養著六七隻小狗 餵牠吃母奶 餵牠吃母奶 但是 牠沒有東西吃啊 為了要給小狗母奶 牠要去找東西吃 結果附近有一戶人家 在拜拜 拜祖先啊 拜拜的時候 有用雞腿拜拜啊 所以各位講到這地方 拜祖先千萬不要用肉啊 除非你故意要忤逆牠 因為往生者 如果你給牠拜肉 牠不但不超肚 牠還受苦 因為這個肉是殺生來的嘛 好啦 結果有一個人 用雞腿在拜拜 結果一看 雞腿不見啊 不知道被誰偷走了 一看 可能是狗 地上有痕跡 隔天他們又很聰明 為了要抓這隻狗 又拿一隻雞腿 兩個夫妻在後面等 母狗沒辦法 為了餵小狗 要牛奶 又來偷那隻雞腿 結果 這夫妻看了 把這個母狗抓到 棒子就給牠打 打 打完以後打分 整隻狗給牠塞在那個 燒火的那個爐啊 古時候 把牠燒死了 燒死以後 兩個就很得意 終於被我抓到了 但是可憐啊 喬下了幾隻小狗 就這樣餓死了 那事情就發生了 這一對夫妻 後來生了五個小孩 這個都有名字的喔 這五個小孩裡面 死了四個 車禍死掉 自殺死掉 被殺 還有一個被強奸死掉 這夫妻啊 哭得不得了 全家四個 五個死了四個 剩下一個小的 後來他們就跑到一個神廟 台灣很出名的 就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就是管殺生的 因為玄天上帝以前是殺豬的 這個故事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這個故事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在我們大陸上 就是漳州很哪裡 有一個殺豬的人 他是拜觀音菩薩的 結果他早上殺了一對公豬母豬 殺完以後中午在休息 突然做夢 夢到觀世音菩薩 獻像給他看 原來他早上殺的公豬跟母豬 一隻是他死去的爸爸 一隻是他死去的媽媽 爸爸媽媽把殺豬的生意交給他 居然又來投胎做豬被殺 這符合因果的 所以佛經說 你殺一隻豬 要五百次變豬被殺 就這個道理 結果他觀音菩薩 看他有善根 託夢給他看 我殺到我爸爸媽媽 所以這個年輕人很後悔 就拿了撒豬的刀到河邊 泼腹自殺 後來被太上老君救了 在太陽宮修行 懺悔修行 成道叫玄天上帝 所以台灣人只要是殺豬的 都拜玄天上帝 既然你是超渡豬 所以我也來殺豬 我來拜你 你幫我超渡 這不是信仰 這是一種偷雞其將 所以 話講回來 那他們兩個夫妻死了四個小孩 就去拜玄天上帝 那玄天上帝附身 台灣人蠻相信這個 附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呢 這個神就說了 你怪你家死四個小孩 當初你殺死一隻母狗 他死了七個小孩 那你不信 你去橋下看 他們兩個夫妻說 殺狗也有事 然後就按照玄天上帝指示的 到橋下挖 還真的挖著七隻小狗的骨頭 然後那個玄天上帝跟他說 你要好好的懺悔 超渡他們 幫他做功德 不然你黏你的小孩子會死 等你小孩子死完以後 你們兩個夫妻也會意外死 剛好死七個 各位 那隻母狗來報仇 後來他們知道這個事 真的去橋下挖 挖到 哎呀 哭啊 懺悔啊 然後就按照玄天上帝講的 幫他們印經啊 做善事做很多功德啊 超渡了 後來他這個小孩子才沒事 台灣的報紙都登了 所以各位我要講的是 這一點最難 相信輪迴 相信因果 所以每個人都用盡各種方法 但是如果 不了解生命的意義 不了解離苦得樂的方法 那我們 就會浪費生命 浪費很多進行 如果要得到一個 快樂的生命 那並不是你想要快樂 就得到快樂 而是 種什麼因 得什麼果 所以一個人會得到快樂 譬如說 剛剛有人唱歌很好聽 我們助詞 講話很好聽 那是因為 國慶說的 他過去 不罵人 不騙人 稱讚別人 他聲音就會好聽 上面的 年輕人 身材那麼好 跳舞好看 因為他身體 尊敬老人家 他身體經常去拜佛 所以他就會身材好一點 所以 剛剛各位在台上看 每個人的身材不一樣 眼睛不一樣 同樣一首歌 跳出來的姿勢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 種的音不一樣 所以說 你的行為 製造你的命令 行為 反作有力 所以你希望眼睛漂亮 那就不要瞪人家 多點燈 你希望臉長得漂亮 然後你要多貢花 不要生氣 所以每個人因為 他的思想行為不一樣 所以他的外條不一樣 命運不一樣 所以佛陀給我們講的 最重要的是 因果 如果你要得到快樂 那你就去製造快樂的原因 千萬不要傷害其他人或生命 你就不會痛苦 進一步你願意去幫助別人 或幫助其他生命 你就會快樂 所以就是做好事 就會快樂 傷害到別人做壞事 生命就會痛苦 很簡單的道理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讓大眾能夠感受到 感謝各位收看生命電視台 也願大家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